2020年的3月份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这种疫情的态势是大流行 同时2020年的1月底宣布 这种的疾病的疫情 已经构成了估计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那么迄今呢 它仍然是估计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大流行的状态还存在 疾病的危害也是依然存在的 但是我们国家可以说 整个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我们取得了重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于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成功走出大流行 我们创造了一个典范 那么谈到决定性胜利 实际上呢 对我们股价来说 它就是意味着 我们已经经受住了 这一轮疫情的一个冲击和考验 建立了比较好的 人群免疫屏障 那么如果从疫情本身的特点来看 可以说 这个疫情 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不能说它是完全的结束 现在的感染 在我们股价来看 还是处在 零星的 局部性的散发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